澳大利亚政府想将所有的中资企业赶出去 到底对中国的产业有多大的影响呢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高兴我们在空中 又要来谈谈国际局势 今天还是 谈谈谈谈谈代鼠的国家 澳大利亚 那昨天呢 这个我们谈到了关于 这个联姻抗澳这件事情之后 很多朋友在YouTube上面留言 对不对 大家都表达了大家的观点 真的是我们这个经纬点评 最高境界 就是观众的参与 如果你在新西兰境内 看电视的朋友 也可以到YouTube上面 只要搜寻channel33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 在下方留言 好 那今天进入主题 谈的还是澳大利亚 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是昨天 我这个关于澳大利亚 这个新闻的延续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澳大利亚政府 似乎现在要求所有的 在澳大利亚的孔子学院 总共有13所孔子学院 在各大学底下 什么西尼大学 什么墨尔本大学下面 都有孔子学院 那要求在6月10号 没几天 大概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必须送审 跟澳大利亚政府去送审 审什么呢 审这个孔子学院的资金来源 没有中国政府的资金 然后没有说到中国政府的干涉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在去年 通过了一个叫做 这个反外国政府干预法 那个意思就是说 避免外国政府的这种资金 影响力 对澳大利亚的政治 对澳大利亚的体系产生影响 好 那这个孔子学院 这个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也从这个教育产业 有点像教育 对不对 就拉到了风口浪尖 现在这个看来 这13所大学的孔子学院 基本上凶多吉少 这真的是 也不意外了 对不对 大概现在还有什么 这个真的是 去想得到的 大概澳大利亚政府都有兴趣 拿来看一看 关于跟中国有那么一点点 关联的东西都不放过 当然我们知道 孔子学院当年 是为了推广汉语 所以中国政府 透过这种汉办 在全世界 许多地方 这个大学合作 能够把中华文化汉语 推广出去 因为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 也有孔子学院 很多年来 我大概都知道 他们每一年 会从国内去领选 这些大学毕业生 必须中英文聚焦 然后本身是这种 譬如说 是专门将来出来就要当老师的 什么华南师范大学 是不是华南师范大学 好像我记得是 当时来的是这个 他们这些年轻人 有一年的时间 可以到海外 有一个教学的工作 当然在孔子学院的这种大力推动之下 实际上在新西兰 这个华语推广非常的重要 就是一些华人移民的下一代 他们的母语基本上都不会讲 他们的母语可能变英文了 但是为了维持他的对中文的理解 所以孔子学院也付了很多的心力 甚至准备教材 师资来办汉语推广 好了 照讲这个事情也就这样 大家也就走 全世界 美国 澳大利亚 到处都有孔子学院 好 但是在特朗普时代 孔子学院 似乎顿时之间 好像变成情报机构 对不对 就专门试探什么情报 这个好像 因为这个大帽子 国家安全的帽子一扣 任何事情没得谈了 所以孔子学院在澳大利亚 现在看来凶多吉少之后 澳大利亚的政府就讲 除了孔子学院之外 现在我们还正面对几千家的企业 在好好的审查 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现在最热门的 就前两天大家一直在谈到的 就是在墨尔本 他们当时签的 叫一带一路框架协议 被联邦政府 就说失掉了 不算了 你不能地方政府签的不算 这个好像维州签的 所以当时不算 再来第二个 当时大家在新闻当中看到的叫做 澳大利亚的北领地达尔文港 跟中国山东兰桥公司签的99年 达尔文港租约这件事情 似乎现在所有的媒体都在谈 说达尔文港是不是也要把它给毁约 因为达尔文港当年在2017年的时候 中国蓝桥是用5.06亿澳元标下来 标下来以后运营 因为基本上那个港当时北领地会招标 是因为那个港实在是亏损连连 对不对 北领地都自己进一步下去 地方政府说那我招国际标 当时有大概十几个国家 20多家公司去投标 那就被中国蓝桥给标到了 标到之后中国蓝桥要运营 在运营上基本上这家公司 北领地还有20%的股份 中国蓝桥80% 他要投很多钱 让港口开始要扩建 一些老旧的吊车要换掉这套钱 然后开始运作 这个一直运作下来 从这抱歉是2015年的11月标到以后 大概开始运营到现在5年来 这个达尔文港总共让中国蓝桥公司 亏损了1.5亿 1.5亿 他5.06亿标又亏了1.5亿 因为基本上这个港 是接收开始运营以来 他大概是赚了不少钱 赚大概2亿 大概2亿3千多万 但是因为你有开销有成本 对不对 你还要投入 所以整个加加减减每一年 平均亏了澳币4,640万 平均每一年都亏 已经连亏了那么多年了 好 从2015年亏到现在 这个5年统计下来 大概每一年亏4千多万 当然来讲 澳大利亚的媒体就说 怎么会有一家公司花那么多钱 标一个亏钱的生意 年年亏还在经营 这代表有这种 中国政府的手在后面 将来要用大文港做成中国的军港 这个真的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上面 有这种声音出来 对不对 说不合逻辑嘛 年年亏钱还要做 当然如果从这个表面上看 大家会说中国蓝桥 可能有中国政府的资金 不然标那么高 对不对 那个港明明就很破 你明明知道标以后要投钱 然后它的运载量又不大 又会亏钱 那你干嘛还要做呢 好 这个就是不了解 不了解中国的政策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政府要发展经济的时候 除了比如说股力 所有的企业各方面 能够做外销产品 对外资进来的时候 给予比如说税务减免 这个土地便宜的租用给你设厂房 那另外来讲 中国政府当时也鼓励中国的国企 说你们跟着经济改革开放的脚步 你们也要有行动 因为你是国企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当时的招商局 港口招商局港口公司 他就跑去一个地方 跑到哪来 跑到蛇口 蛇口 在1979年的时候 中国招商鞠躬港口公司 就来到蛇口 蛇口是个小鱼港 人没多少人 大概几万人的一个小鱼港 当时来到这里之后 他们就进行了一种叫做三部曲 中国招商的港口公司 就来了三部曲 第一个叫港 对不对 先港 先建港 把港直接建起来了 对不对 好 有了港口之后 为了要繁荣这个港 你要让这个港很忙 要怎么办 你要有一个工业区 加工区 或一个免税区 那最厉害的 对不对 所以接着你就在附近 要有工厂 因为有工厂 你才会 这个码头才有事做 不然你坐了大港 大家在那边等谁 对不对 养蚊子 最后一定垮了 好 所以接着就要有制造业 就要跟进了 在附近 有这些产业园区 好 接着这是中间的这一段 在后面 随着这个 因为有了这些工业园区 有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人口往这边集中的时候 就变成什么 城市 对不对 它是港 区 城 三部区 那有了城市之后 经济就活络 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 这个港 是不是赚钱了 它一定会越来生意越好 因为附近有那么大的一个城市 有大量的人口 有大量的出口跟进口 好 蛇口就是中国 这个招商局港口公司 一个成功的案例 今天的蛇口不再是 1979年的蛇口 我想很多朋友 可能甚至去过蛇口 但是在这一次成功的经验当中 让中国的 像招商 招商局港口公司 他们大概有了一个模式 但是后来他们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都去运营这个地方 譬如说他们到了巴西 第二大的集装箱港口 巴拉纳瓜港 招商局港口公司也把它拿下来 也走三部区 对不对 当然更重要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公司也看到 说中国招商局的港口公司 这个三部区太成功了 我们也应该可以仿效 所以现在其实招商局港口公司 它在全世界有六大港口 在运营都是照的所谓三部区模式 就是蛇口模式升级版4.0 这个大概现在比较更符合 因为79年 跟现在还是毕竟不一样 大概有1.0 2.0 3线 一到4.0 叫蛇口模式4.0版本来运营 澳大利亚实际上中国蓝桥公司 在众多的中国公司当中 它只是坦白讲最小的一家 最小的一家 我昨天开始整理资料 因为要讲澳大利亚到底有多少中国投资 开始查到澳大利亚官方的网站 到澳大利亚商业部门 到处去查 去看 刚开始我还做笔记 很认真的 就写下来有哪一些 讲几 一页两页 记到后来我觉得停 有点不对劲 为什么 这个公司行业 涉及面很大 你所有想到的都有中国公司的股份 这个都有比例大大小小 有的是持份比较多 有的持份比较少 涉及的更多有天然气能源的港口 电力甚至小到酒庄 什么奶粉 什么麦子 农场 那倒数不完了 所以最后我觉得 实际上如果真的要做 要做一个叫做什么 类似那种负面清单 对不对 没有什么 这样比较快 干脆你告诉我说 中国的投资者在澳大利亚 哪一个行业没有投资 这样就下场完了 比如说可能五个行业没投资 就完了 其他通通都有 对不对 所以到底中国在澳大利亚 投资了多少 为何澳大利亚政府 现在对中国的投资者会如此的紧张 我们稍后休息 待会继续 经纬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计好 欢迎回到经纬点评第二段 我是David正经纬 前面第一段说查到中国资金 到底在澳大利亚有多少 不查则已 查一查 真的是太壮大了 但是回头来讲 大概在2012年11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就找了一些财经幕僚方面 开始做了一个大旗规划 实际上可以完全符合中国走出去的战略 开始布局 我想走出去 大家都听过 中国政府说要企业走出去 但是走出去三个字 听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它是一盘大旗 非常大的一盘旗 虽然三个字 近在不严重 近在不严重 我们就刚刚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看有几个 来跟大家稍稍简单的讲重点 因为我们光说达尔文港 花了5.6亿 然后每一年还亏4千多万 那达尔文港是不是最牛的一个港 No 不是了 最厉害的 最大的我要讲 墨尔本港 墨尔本 墨尔本港当时在2016年的时候 它以97亿澳元 97亿跟那5.06亿 你想想看差多少 97亿澳元标出去了 标给了四家 四家合起来标 大家合起来标 来标了50年的经营权 拿下了这个墨尔本港 50年的经营权 四家 哪四家呢 第一 澳大利亚昆斯兰基金 这个地方政府的罩OK了 好 第二个 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 这个基本上呢 算是有点像联邦政府 中央的 第三个 全球基础建设伙伴公司 那这公司的最大的股东是谁呢 中国投资海外 就叫中投海外 就其实是中国中投海外公司 是最大的持股 所以中国也在这里面叫GIP 它看起来叫全球基础建设伙伴公司 你看起来这个什么呢 就后面大老板就中投 好 那第四个就加拿大养老基金 这基本上呢 这个中国在这里面 就占了20%的股份 当然这97亿呢 你就知道要投多少钱进去了 这是一个大案子 那这50年的经营权 这个现在没人提 因为这个 如果你今天真的说 要让这个 这个全球基础建设伙伴公司 退群的话 退出去 对不对 谁顶谁接 这都问题 当然现在在国防部长达顿在审查 好奇怪 这个法外国干预法这个东西 怎么会跑到国防部长达顿的身上 在审查 因为现在澳大利亚总理 斯卡特莫里森 他把这个交给了达顿来处理 那第二个呢 叫Newcastle Newcastle在哪呢 他在离西尼不远的地方 他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煤炭港 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炭港 那是谁标到的呢 招商局 这个中国招商局港口 在2014年5月的时候拿下来了 那这个大家也有一些澳大利亚的资金跟中国的这个资金拿下来 98年的经营权花了多少钱呢 17.5亿澳元 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煤炭港 因为当时啊 这个中国跟澳大利亚买煤炭买很多 对不对 买到后来 干脆我把港买了 不然我还付钱给港嘛 对不对 港就买了 这个 这个讲起来也是一种战略布局嘛 那在达尔文港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5.06亿啊 那当然呢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 实际上在这两年啊 中国企业大概 最明显是在2014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 去澳大利亚访问之后 中澳关系那时候真的是啊 好到简直是 差不多到穿一条裤子那种哥们的感觉啊 好 到了2016年的时候 你就看那个曲线图啊 中之进入澳大利亚是这样 刷上去了 在16年哦 到了顶点之后 接着各位注意到 2017年特朗普1月份 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 这个中资的投资啊就下来了 这个不是中国人不投哦 是澳大利亚政府开始什么 审批不过 因为那么大的这个投资啊 一般有的时候要政府投审批啊 所以你看2020年8月 猛牛啊收购 这个澳大利亚一个 这个乳业公司啊 他要花6亿澳币 被联邦政府阻止啊 但是这个这个乳业呢 实际上后面的老板是日本麒麟 啤酒公司啊 他们持有这个澳大利亚的乳业 那6亿呢本来要卖给猛牛 结果呢 澳大利亚政府说不行 让外国人持有 那日本麒麟不是外国人吗 这很有趣啊 那当然来讲呢 这个2019年的时候猛牛啊 还用15亿澳币 15亿的澳币收购了婴儿奶粉 贝拉米 这个在中国也是一个大牌子 那另外来讲呢 这个是快来收购成功的 那更不要说啊 中国这些年 从20大概16年之前开始投资 大概就大概三大产业 房地产一大堆 制造业还有什么矿业 到处都有 我就讲 如果你现在看那个清单 你看到最后都是 那个一看都中国公司 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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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股份 中国股份 那真的是 好 那走到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 中国在这个上面 那我们就不数太多了 数不完不浪费时间 现在就看得出来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的幕僚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战略高度 因为那时候也知道 随着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 这个美国这些西方国家 来对付中国是早晚的事 其实中国的领导人心里也心知肚明 那个只是时间 不是会不会 只是时间问题 好 那接着呢 实际上这海外布局 也早就开始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他这个海外布局 有一个优点 是可以避免贸易壁垒 让中国的资金 或是技术 能够到海外设厂 他理论上来说 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中国 在中东地区 有很多轮胎厂 对不对 做轮胎 那如果你今天在伊朗做 那这个轮胎就是伊朗制造 对不对 虽然老板是中国人 那并不代表这是中国制造 他产地伊朗 对不对 这是一个例子 那你就可以知道全世界到处都有 中国的身影 就连澳大利亚 实际上也是全世界众多国家当中的一个代表 新西兰就很多都有投资 但是这种全球布局 它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趋势 不止中国在全世界投资 美国的资金也是在全世界投资 我们曾经去查过新西兰的外资部分 中国跟美国都排在前面 美国的投资比中国的投资在新西兰的还要多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 美国这个是有问题的 各位有听过 美国资金到某一个国家投资 有人说那是有问题的吗 不会有人说 但中国的就会有人说 好 这个就清楚了 避免贸易壁垒 所以中国开始了全球布局 接着更重要的是寻求资产重置这一部分 因为当中国的企业开始 因为譬如说制造业 它在赚钱以后 对不对 创汇赚一堆钱 如果它把它的整个产业 继续在中国布局投资 比如说一场 再做二场 三场 四场 五场 它一直扩欠 实际上就有点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它必须走出去做投资 所以当年在中国非常有名的一家西服 这个进口公司本身也做西服很有名很大 我们就不讲哪一家 它当年就来到新西兰养什么 养养这个绵羊挤这个绵羊奶 绵羊奶不是赛羊奶是绵羊奶 当时来的之后 发现这个羊 品种 在这里找不到好的 草很好 但没有好的品种 对不对 然后就找科学家 新西兰科学家 去找各国最好的这个羊 对不对 然后配出一种 比如说产乳量高 适应这种比较冷的气候 然后专门吃草的绿草的 怎么很健康的 就经过多年努力 现在也成功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叫做什么 产业重新重制一种概念 你不能再来做西服 因为这边的人不太穿西服 比较潇洒一点 好 所以西方的经济学家就说 中国是要用经济力征服世界 这个来讲 你这个国家努力 你不努力人家骂你懒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耗吃懒做 就靠这个外国的援助什么这些人太懒了 这个官僚贪污 好 那你回过头来讲 当这家这个国家很拼很努力的时候 他说你看你要干嘛 要征服世界 这话是人说的 所以现在整个中国的走的这个道路 让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实际上从现在这段时间 可以看出来澳大利亚的领导人 他有几个特征 比如说他非常的自大傲慢 这种已经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因为中国的发展 当然今天我们站在更客观的角度来看 如果今天 比如说中国改成美国 那斯卡特莫里森会如此这般对付美国吗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 那又自大又傲慢又有偏见的情况之下 他体现了就是一直以来五眼联盟的那种 所谓用他们的价值观来决定世界秩序 用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价值观可能是 就是他们说的算 简单的讲就是 我说的算 我说这个是对 他就是对 我说这个是错 他就是错 我说黑就黑 白就白 都是我说的算 好 所以在这种傲慢偏见 自大的情况之下 他把这个国际秩序 弄成一种就是唯一的西方标准 只要你跟我的不一样 你就是异类 当然就受到这个影响 那更不要说 这个用一种比较军事的力量 我们常讲胡萝卜加大棒 军事的力量在世界各地 以这个反恐战争的名义 进行了一些 看起来这个到底是解决问题 还是制造问题的战争 对不对 阿富汗 伊拉克 这个就不要多说了 大家都应该知道 前一阵子各位应该还记得 那个乌合麒麟 画了那幅漫画 讲到的就是澳大利亚士兵 那前因是因为为什么 澳大利亚的军方认了认了 因为这个事情闹了很久 后来被澳大利亚的这些媒体曝光 说澳大利亚的军人当年在阿富汗的时候 滥杀无辜平民 多达39人 澳大利亚国防部 最后扛不住 因为这个舆论压力太大 就承认说有 那这些犯案的士兵撤职 取消他的军人资格 基本上这些人都没有判刑 都没有关起来 因为理论上来讲 在军人来说 你是被授权可以开枪 但是你要打的是敌人 不是滥杀平民 如果你滥杀无辜平民 一般任何国家的军人 都要接受军法审判 对不对 尤其是国际的话 那个就是要到国际法庭 接受审判 对不对 你自己 譬如说你在你的自己国家 那是军法 如果你到外国 那是要叫国际法庭 所以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 澳大利亚 对不对 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也就过了 如果今天反过来 那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在中澳矛盾的时候 政府上面 现在莫里森当然还有到明年 他的任期2022年 但是我觉得做每一个华人 尤其在澳大利亚的120万人 更要努力沟通 让中澳之间 这个矛盾能够降到最低 虽然政治领导人 有傲慢偏见 代表所有的澳大利亚人 都是这样 好吗 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 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表达您的观点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明天空中再见